大家好我是Ryo 今天要來看這場比較特別的對決 是2v2團戰的一個比賽 為什麼要播這一場呢 是因為這場的選手 有我的朋友 大水狗Sid Sid 他算是澳大利亞第一 世紀帝國的玩家 他的隊友 日文應該是念作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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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的話也算是Chart 我的發音沒太標準 他算是日本第一玩家 所以現在這場比賽是 澳大利亞第一 加上日本第一的一個組合 對手是 Uzikuti 是一個法國玩家 也是高端玩家 這位狐狸精 這位是 博博人 他也是一個 法國的高端玩家 基本上隊友是法國聯軍 那後面這邊是澳大利亞 加上日本聯軍的一個團隊合作 那Sid 我至於什麼認識他的原因 是因為前幾天在實況上 跟天空熊 還有兔儀 Sid 在實況上面相遇了 然後我們就一起打TG 然後就認識了 那Sid也非常健談 他還一直想說要加入台灣的TG TG就是我們的團隊的意思 希望可以加入台灣的TG 那我覺得他個人也是 蠻幽默風趣的一個人 也算是很友善的一個玩家 基本上跟他打團戰都是一個 快樂的氛圍在玩的 就是一種輕鬆打輕鬆玩 的一個氛圍 所以是高手玩家都是這樣子 不太會去計較輸贏 但是還是會認真對待比賽 當然啦 遊戲就是盡力而為 也不用過度責怪對方 就可以造成一個良好的遊戲風氣 好那來看一下 雙方的文明 大水果選擇的是 勃勃人 勃勃人的話之前我們影片都有出現過 雙方移動速度會提升10% 那馬舊單位在Smoth費用 -15%加20% 那這邊是要來搶魚港的意思嗎 反正是喔 好那來看一下他的特殊當然是弱攻 弱攻的話打馬攻 有特殊的加成傷害 那對方有蒙古的話 蒙古突擊遇到弱攻的話 算是完全天敵喔 但也要是 大水果會出到弱攻的情況 勃勃在後方的話 通常就是要打馬了 那前方越南的話 應該就是交給 恰... 做一個 外加出小攻的一個動作 所以應該是不會太出到弱攻喔 到正常的團戰來說的話 這邊都突然打了起來 這邊是一個 ウズクティ的一個 遇到日本恰的一個對決 那兩邊呢 血量非常少 那ウズクティ好像拿到了先攻 然後大水果來助陣一下 ウズクティ這邊的癡頭 跟隊友沒有搭上線 有點... 不太妙 哎呀死去 這邊大水果支援得很及時 恰... 這邊 這邊選人蓋模仿 而不是蓋漁港 看到對方拉兩個村 似乎是沒有來一起搶奪的意思嗎 大水果這個村民似乎有點兇啊 直接一一挑三 哇 當意味啊 但是這邊 恰... 恰... 不是村民 赤猴有點危險 剩三滴再一刀就死了 哎唷 突然回頭 那後面的村民剩下十滴血 那大水果趕快用赤猴想要收掉這隻村民 但是沒有辦法 完蛋 赤猴直接死去 那怎麼辦 大水果的村民剩八滴 但是... 居然還有十五滴血的赤猴 應該是兇多吉少 死去... 那剩下... 恰...頭的一個村民在這邊 但是這邊有點細節 但是... 因為他沒有點織布 所以只能跑耶 但是VOX玩家這邊也是有點織布的 大水果也是有點織布的 這張地圖看來 要來打一個爭奪戰的話 前期點織布是相當重要的 看來這邊日本高手玩家沒有點織布 馬上就被打到恢復了 改了一個模仿 也沒辦法做到事情 那這張地圖也算是蠻特別的喔 來稍微介紹一張這張地圖好了 下面這張地圖 下面有非常大量的魚群 那這邊有很多魚船 那都是... 法國聯隊的這邊的... 魚港 是Wuzequity跟Fox的一個魚港 那...看來... 大水果跟恰頭要放棄打... 打魚船了 上方的話 是一個北極圈的概念 有很多的肥美的鹿群 不是鹿群 這個叫什麼 什麼... 什麼羊的耶 這個字有點... 看不太清楚 鞭羊嗎 這個名字有點特別 如果知道這個怎麼念的話 歡迎請在留言區告訴我 我真的是看不太懂 好 那來看一下升級的部分 Wuzequity已經升到了封建時代 剩下4% 那... Chartel這邊也剩50% 那至於後面這兩家應該是要直層喔 應該是要打直層的關係 所以還沒有點下封建 那...Fox這邊村民26村 可能已經快要點下了... 城堡時代 沒錯馬上就點了 一講完就點 這邊差不多... 打法都是26村左右會點城堡 而且這邊還是有初一港的情況下 可能會再快一點 也不好說 那這邊大水狗村民稍微有點落後 呃...不太確定是發生什麼問題 喔...不知道喔...大概是為什麼 因為他是派村去維加 所以導致經濟上有點小小的落後 而且這邊還拉了一村去蓋魚港 哇...結果還被抓包 Fox的時候直接看到這邊大水狗蓋魚港 那這邊魚港似乎不是要來捕魚的 而是只是要做火燒船 來阻止對手捕魚而已 那戰船的話可能是應該做不了了 如果戰船的話 那就到雙魚港 爆戰船會比較好 那這邊通常大魚港的話 都是火燒船的機率會比較高一點 好...來看一下大水狗的違法 哎喲...這個是完美的一個連防啊 直接把家裡圍成直線的 然後跟... 恰頭這邊的... 防禦是連產一直線的 那這邊再下個城門 那隨時連防就很方便了 好...那剛剛我引介紹到一半了 那...駱駝的話... 啊...不是駱駝 羅伯仁這邊的話 他有個單位比較特別 是標槍騎兵 那標槍騎兵的話 他...雖然射程比戰毛兵少一點射程 那他的血量還有15滴 而且他有那個...算跑速吧 就是跑得比較快 一個戰毛兵 但是造價也比較貴一點 40肉 35木 那至於這個標槍騎兵有怎麼出 我有問過天空熊 出的實力大概就是 你封劍打完戰毛 結果你到城堡還是劣勢 對面攻兵太多 你還是想要出戰毛防守的時候 那你就不用升級你的毛兵了 因為你升級毛兵要230木 加上130黃金 但是標槍騎兵 則不用 直接生產就有戰毛的效果 雖然射程低了一點 但是血量也比較多 而且...跑速比較快 操作方面也比較有空間一點 所以標槍騎兵也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是算是薄薄人獨用嘛 不確定還有其他物品可以用 那我記得薄薄人算是特有的能力了 那這個能力更特別的是 他是團隊加成 所以如果你的隊友裡面有一個薄薄人 連你也可以使用標槍騎兵這個單位 好那來稍微講一下他的金冠 金冠的話是駱駝擔擁有治癒能力 但是治癒能力這個效果跟狂戰士一樣 圍巾狂戰士一樣 基本上是不太會點的 除非你打TG資源多到不夠用的時候 我才會去考慮點那個 治癒能力的效果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恰頭的一個文明選擇 是越南人 那越南人的話 一開始就可以知道敵人的位置 那經濟一升級不需要花費木材 那大概就是射箭場單位 生命值加20% 所以其實 越南還有一個算是 也不算禁忌打法 算是一個蠻特別的打法 那就是出馬弓喔 但是越南打馬弓也是可以的 雖然沒有安息人戰術 但基本上他該有的還是有 重型馬弓 拇指環 彈道學 化學 這些該有的都有 所以他其實打馬弓還是ok的 而且遠方 遠方跟遠攻都是滿的 所以馬弓的話 也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個馬弓的血量真是蠻誇張的 雖然可能還 比不上土耳其的馬弓的血量吧 但基本上他是免費給血量的話 我覺得 有些情況還是可以出馬弓的 好越南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恰頭的一個前置攻擊 喔 設施力的一隻赤猴 然後這邊五隻小弓 沒有帶綽綽就直接往前 也是蠻大膽的 那這邊有細節 他已經點下了異攻 平時的村民會非常非常快 哇 直接秒掉了 Fox這邊的一隻村民 好 那這邊 Fox 目前是34村 34村的一個人口 那這邊有在想要 來燒這個船嗎 哎呀 沒有燒啊 結果他要16村 點封建 結果到了36村 還沒有點城堡 這是不是有點 經濟爆炸 來看一下他的支援 他這邊Fox 食物居然有點少 他出泰度落馬了嗎 看一下他的經濟配置是什麼情況 看起來是落馬出泰度的原因 家裡被射死兩隻 然後還有三隻到這邊逛 那是大水狗這邊已經率先點上了城堡 十代 不好意思 我要順便補充一下 剛剛26村點封建也不算是標準的城堡升九 因為這邊村民 我印象中漁船我看也算村民的 所以這邊村民稍微會多一點才上城也是正常的 我印象中村民也是 算到漁船的 OK 那這邊 蒙古守得很好 直接蓋下的市集要做一個 毒死的動作 那這邊 恰頭應該是打不到任何東西啊 把這邊被砍死了一村 發卡斯也是不甘是弱 雖然我只有三隻肉馬 但我還是可以抓到你的村民的 好 兩邊的一個選擇 算是恰頭打快攻大水狗開農 的一個局勢 雖然說大水狗是要開農 但他的村民只有29隻 那是因為他現在已經上了城堡時代 全場就只有蛤森 他從頭到尾都還沒有出兵 就只有前線拉了一村去幫忙 想要去蓋漁港 還有肉馬 我這邊直接硬上 然後死了兩隻小偷 但是 待會的話 應該就會開始爆TC 那這邊上了城堡時代 第一件事情一定要先按馬 這樣是最安全的一件事情 再看一下能不能收到這隻村民 應該是有困難 那這邊發克斯有點稍微被控住了金礦 那大水狗的騎士要過來了 家裡還有工兵居在造 那來看山越南的單位 工兵的血量是36滴 好 那我這邊直接換一個田也不錯 直接賺60木 這邊說村依舊射不到這邊恰頭的一個小弓 這次隻肉馬似乎是不改善了 大水狗的騎士來了 把他死有點慌張 不知道該怎麼辦 好 在這個時間點 已經 我這個口體已經按下了城堡時代50% 嗯 BOX也是喔 差約50% 那恰拉托這邊會打了 封劍小弓 稍微有點落後 升級的速度 但問題不大 因為他本身還是有36村左右 所以到城堡時代 村民樹應該會是跟大水狗差不多的 所以少一點點 但是可以算是全場經濟最差了 因為其實BOX跟Wuji Kuti 這兩邊都算是蠻偷的 你看他村民樹都偷到4749村 基本上就是沒有在造兵防守 就是一個農到底的一個戰略 好那這邊順利的上了城堡時代 Wuji Kuti應該會馬上按下駱駝嗎 還是按下 騎士呢 這邊是按下了騎士 然後還有軸輪技術 那蒙古這邊是爆馬弓啊 哎呀不錯啊馬弓 他的馬弓是該在哪裡呢 我看一下 他的馬弓是在家裡 三個射箭場 出一班馬弓沒有出到蒙古突擊 那這樣子的話蒙古可以打得很兇 因為你到城堡時代就可以開始爆馬弓 就不用再等蒙古突擊慢慢成形 對手壓力會蠻大的 而且蒙古出一般的馬弓的話 弓數也是加25% 所以其實沒有特別的差 還算是很好用的 唉唷這邊突然一個變身 點掉了一台火燒船 會叫什麼船 火蒙船嗎 好這邊馬弓的數量還是有點少 可能要趕快再去補一下這個數量 馬弓的數量太少 這個爐兵可是打不贏的 哇而且還是陸越南的爐兵 哇直接奇發射掉一隻馬弓兩隻 還收掉一隻村民 應該是收不到 因為目前恰妥這邊還沒有點下電到水 這邊應該就是 只能先後撤一下 避免這邊FOX騎士太多 直接被包夾 大水狗這邊似乎還在農 哇這邊大水狗 直接斷騎士3TC開農 沒有要跟你花精細打前線喔 就是一個給恰猴一個人在前面騷擾 小打小鬧 然後盡量不要被一個人 兩個人解掉 你只在打一個騷擾而已 好那恰妥這邊 上了城堡時 但還是單TC 原因是為了要蓋大雪的關係 要來點彈道雪 所以並沒有開出TC 反正是先想用優先點出彈道雪 讓自己的奴兵更有一個殺傷力喔 好那這邊洛馬拉溜了進來 大水狗的駱駝插身而過 但是掐頭已經看到了 家裡為死 已經意識到了 用出來的駱駝直接去追對手的一個 刺口騎兵跟騎士 但是這前面的駱駝又回來 要來夾這個騎士了嗎 但這個是有開口在的 好那這個開口在的關係 所以屁民沒有辦法 然後包夾住對手 好那UZK決定要用馬弓來打後面的木牆 哇這個木牆250 好算正常 好那能不能找到一點東西呢 九隻弱弓 可能會有人會好奇問說 大水狗跟這位日本玩家什麼溝通的 我有私底下問他 他是用英文跟對方溝通的 但是他本人也是在學中文 所以你用打自燈跟大水狗打招惡喚 他有可能會回你 如果他沒事的話 他算是一個蠻好相處的人 所以大家如果遇到大水狗的話 在聊天室出現 可以多多跟他聊天 那澳大利亞玩家 也知道我們台灣人是非常好客的 好來看一下這邊馬弓 能不能收到一點東西呢 因為現在是高打幣 如果打起來的話 好像能收到一點東西 但是這邊蒙古選擇不打 畢竟這邊奴兵的數量有點多 快要30隻 那是8隻左右的奴兵 這邊直接一個交換 路過而已 然後在這邊 Fives來這邊探查一下 看一下有沒有吃上天北極的路 唉唷 這邊突然殺了進去 發生什麼事了 直接進來砍牧區 死了三村 兩村而已喔 兩個屍體 OK 兩個村還能接受 但是恰頭這邊 因為沒有開梯世界關係 村民樹遠遠落後很多 沒意外的話 恰頭這邊的全 應該是想要直接一個 帝王 3TC 帝王強弩打法 他的關鍵打法就是 他的奴兵千萬不能送掉 絕對不能在城堡打一波團戰 盡量能不死 奴兵就不死 原來他上帝王他最強 但是問題是 現在沒有金礦王 因為他這個打法很吃金喔 因為你的精要一直生產雙小弓 一直要花90金去生 又要暗了 那個代表你的精要挖得夠多 才會有可能上帝王 那你看他食物已經夠了 但是卻無法上帝王的情況 這是一個 工兵單TC很容易出效的一個問題 然後對面Fox跟Wuzuki抓到一個好時機 直接硬上恰頭的遠攻兵 恰頭攻兵來到剩十九隻了 但是這邊駱駝還蠻扛的 一個駱駝直接吃馬攻跟騎士 但是防禦還是低了點喔 只有二防而已 遠防 所以被對方的蒙古的馬攻射還是有點痛 那這邊看一下恰頭要不要趕快賣個 木材跟食物 趕快上帝王 但是木材好像沒有想要賣的樣子喔 反正是選擇要再開第二個 第四個射箭場 看來要爆小公爆得更兇了 好那大水狗已經順利點下帝王實彈 川民數100 哇他這個爆兵速度也算是很扯啊 不是爆兵啊 爆村民 川民數100村 那對手只有七九七七村 這兩位法國玩家 我看他們的積分的分數也是很高的 也是有兩千分左右的 這是布隆小店的一個實力喔 好來看一下這邊能不能殺到川民 哎呀這邊恰頭真的很慘啊 本來川民數就已經不多了 這邊還要被殺了一點 川民數來到剩四隻 快要落後對手大約快要預備村民的數量了 好對手決定要一個強攻 要來打這個 恰頭的一個射箭場 然後把他的射箭場全拆 讓他出境有困難 那恰頭這邊 看要不要趕快上帝王時代 這邊上帝王的話 感覺還是算不錯的 數量還是蠻多的 3TC上帝王這個打法能成得了嗎 這裡的壓力越來越大了 哇第二個射箭場也要被砍爛了 目前大水狗跟恰頭非常非常的劣勢 但是大水狗村民還是沒有停 講得非常好 然後村民不停的話 大水狗這邊會越來越兇 那恰頭這邊的話 然後趕快找個機會上帝王 然後趕快插個寶 然後出遠頭 打一個陣地戰 逼對方開戰了 不然再這樣打下去的話 恰頭會越來越慘 因為畢竟本來就沒開PC了 所以村民數一直在落後對手的話 不打兇一點 肯定會出事的 而且這邊恰頭沒有把黃金補多一點 那食物的話 一就是擴欠狀況 帝王之路4 還有任聚 然後這邊駱駝 直接想要硬追這個馬公 但是直接被一個 遛狗 遛掉了很多隻駱駝 但是一馬公也稍微死了幾隻 然後這邊 騎士直接看到 恰頭的一個工兵 直接要硬吃了嗎 哇 看起來是要硬上了耶 直接硬砍奴兵 我的天 這樣擺祝福 全家駱駝在你面前 哇 FOX在這邊 果然意識到 情況不對 這個駱駝量太多了 騎士做不到太多事情 OK 那FOX這邊 已經要上到帝王時代了 這邊 組合蠻奇怪的 外加是打馬 然後 那一家是 蒙古 然後打馬公 反而不是 衛家打什麼 駱駝 喔不 打什麼 弱公 或者是 弓兵之類的 反而是要打騎士 其實有點看不太懂 他們倒是 哪家是內家 哪家是衛家的 分工都有點靈活 所以他們這兩家 打什麼都可以喔 弱公或騎士 誰都可以 但我覺得伯伯還是打騎士好一點 他有兵用三級遠方 但是蒙古卻沒有 這邊弱頭直接進來繞 看能不能繞到這些東西 哇 這邊大屠殺 但是後面的馬公司 還是蠻痛的 這邊 細斗雖然上帝王時代 重弱 OK有了 有升好了 有母子環 母子環 剛剛已經研發好了 恰扣 要走這邊 還是有點難上帝王時代 這邊弱公司 全部送光光啦 唉唷 難怪為什麼我一直覺得恰頭很窮 我好像看懂了 直接四台衝突出來 要來兇對手 太兇了太兇了 這邊 對手似乎已經早已有準備 四台衝車 有兩台衝車已經半血了 這邊其實直接硬上來解 事物也是蠻簡單的 我們再看一下這邊 大水狗的一個弱頭的表現 我們多一點事情 哇這邊要趕快拉一下 沒錯 雲布拉的話 後面蒙古的馬弓 是早已打滴滴 這邊一個硬拋 我們換來這邊 蒙古的目標就是 把對手的弱頭換光 這邊打一個正面的 這邊 Fax決定現在來救自己的TC 先把衝突給減掉 那弱頭繼續接受壓力 這邊轉出了少量重裝 再來擋一下弱頭的傷害 這邊重裝的話 防御是6 那馬弓是7 呃8弓 所以射重裝的話 只會有6 2滴血而已 但你射駱駝的話 是4滴 多了一倍的傷害 那出 凍裝的話 就會比較癢一點 不會這麼少 4個塊 但相對的 哇賽這個駱駝 拿馬弓還是很痛啊 然後這邊還是開出了很多TC 要來守這個礦區 這個礦區要是守不住 可能要喊GG啦 原來這張地圖 上方全部是命脈礦 金礦跟石礦都在這個位置 那這邊要看一下馬弓回居秀 有機會就回頭射一下 開始射操作 哇這邊 恰頭直接進來射村民 太無情了 好那這邊要升到帝王時代的恰頭 那最後升上帝王時代的人 是恰頭沒錯 六七村 結果一個單TC上帝王 反而慢了一點了 是因為出了衝克的關係 所以沒有直上 而且弓兵也是繼續出 而且還補了兩個試驗場 所以照著他這邊上TC的時間晚了很多 雖然以正常來說時間的話 通常都是疊上帝王時代 然後再開始爆奴兵了 那這邊是他因為弓兵太少 沒辦法幫上大水果一個進攻 所以還是有補上非常非常多的一個弓兵 跟射箭塔 還做一個前線牙制 好那這邊看起來是 大水果的駱駝 橫扛啊 三坊已經研發好了 在TC上扛那個箭矢 似乎也不是太大的壓力 大水果也算是一個農型玩家 跟我一樣都是那種硬實力的玩家 不喜歡打套路 就給你打硬實力的 就是 基本功先打好 再去打其他套路的那種玩家 我剛才也蠻喜歡這種玩家 別搞他實力 所以 除了搞他實力以外 我覺得 CD我本來就是需要一個基本功的遊戲 關於你不會基本功的話 這遊戲會玩得很痛苦 會沒辦法享受到 該有的樂趣 但是一直玩套路的話 很容易什麼都學不成 套路基本上能打的一些方法 就只有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如果新手來玩 CD國的話 我是不太建議練套路的 我是練基本功 哇這邊村民怎麼有一隻肉進來 防射加利亞 這個蒙古家應該是有看到的 這個視野 加利子這個馬就 想要來TOP TD嗎 看起來是喔 好 那蒙古這邊 似乎 沒有等 要打算轉出蒙古圖技嗎 還是已經就在爆馬弓 但是 CATO這邊已經轉出了強奴跟化學 衝撤也在繼續出 那攻擊已經全身好 6加4一個能力 這邊駱駝繼續給對手壓力 這邊防護率已經升滿了 那血量也提升了 跑速也有了 重點是7加4 0加3的一個能力 這邊駱駝還是砍到了一些弱弓 效果還是不錯的 看一下這邊能不能打到一點東西呢 感覺是可以喔 這個城堡要是插得起來 是不是要GG啊 哇這邊FOX跟 烏雞 後體要趕快來做防守了 哇 可是他們家的馬國被打殘啦 有點被都更掉了喔 GG也起不太來 雖然他們贏了海 但是卻輸了陸地 哇 完蛋了完蛋了 那蒙古依舊在繼續出馬弓 想要來挽回這個局面 但是恰頭的強弩已經好了 要跟 強弩打 馬弓打強弩 是似乎不太現實 而且數量上還是輸對方的喔 好那這邊 駱駝的量非常巨量 31隻駱駝 31隻駱駝 怎麼輸啊 這個直接A過去就贏了吧 哇 哇塞 這邊 日本選手跟 大水狗 搭配非常非常的好 大水狗一直有 駱駝頭在 恰頭的附近 做一個保 保護的動作 好讓他比較安靜一點 可以刷牢跟在家裡 撒田 跟開TC 再來追村民樹 不然 恰頭一直是處於一個 村民落後的一個狀態 但目前看了這麼多TC後 大概4TC喔 經濟開始補回來了 好這邊駱駝又再來一次直接 硬A 來殺一些村民 然後這邊 大水狗的任務就是 保護好衝車 跟遠投 還有這一坨毒兵 雖然駱駝的防衛能力 並不是非常理想 但是打騎士跟蠻蜂 也真是綽綽有餘喔 傷害也是特高 好這邊強度直接點8 射掉敵方駱駝 哇傷害是非常非常高啊 反正有6加4的國家 就是特別強 喔送奴賓的攻擊力 好那這邊 似乎這個寶 掉的話就GG了喔 上面這個寶 雖然還有寶啦 但是我覺得好像很快沒救了 這個礦虛掉就沒了 這個礦虛掉就沒了 把對手打出了繼續 喔果然是這樣子 這一把對手 不太確定是發生什麼問題 明明有打銀海 但是陸地卻輸得蠻兇的 村民術看起來也沒有贏 大水狗特別多 而且 恰頭這邊的村民還是明顯落後 但是最後贏的卻是大水狗他們喔 大水狗這邊打得非常好 一萬三千分 分數直接領先五千喔 這把感覺是在 細的 的一個carry 好那 食物採集 確實是蠻多的 就多採了快 八千肉 大概七千多 那升級的部分是 烏斯庫體的一個領先 九分鐘就上封建了 然後 大水狗是最後 怨他十七分城堡 算一個 跳城的一個打法 這也不算跳城 就算直城而已 好 那今天一天就差不多到這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再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